兩個月前 我在孫中日拿到了跆拳道銀牌 我以為 我會就這樣走上體育這條路 但在剩下二次圈的時候 我就另一普通生的樣子 隱身會考 倒數二十天 從來沒有一次摩尼考你拿過A的人 想要上佳女 根本是不可能的 也沒有人看好我 我讀書席部的玩 跆拳道也是 第一次踩下全中獄的時候 體能技術都比不上別人 第一回合就被刷下來 好像成了很多人的笑本 這樣跟我說 一開始不會對打沒關係 但你要先學會被打 你就不會怕 怕之後 你就會敢打 我想說明給別人看 給自己看 我不會讀書 所以我更努力讀 我不會讀書 我不會讀書 我不會上場考試 所以我更努力心 我不會打泰拳,所以我更加強自己的練習 但每次考試出來的成績還是比不上拿到5A的人 每次的比賽也能比不上別人 其實我也跟不上大家 好幾次我真的讀著就哭了 但只到一半就崩潰了 常常覺得自己不夠好 每分每秒都會有無數個人放棄的念頭 想要放棄比賽,想要放棄會考 我都會跟自己說 麥珍,你要頂下去 不管怎麼樣,我當隨身的時候 我很努力讀書 我是選手的時候 我認真打比賽 從選中越到會考 我常常也為自己 到底要再拿太多 就算不上阿 這條拉不到研究 你第一名 有些他做了選擇 也許之後會後悔 但我會努力 不讓自己後悔